東南滅峰或暴風訊號 各位8號東南滅峰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颱風韋森特遠離本港 天文台會在早早10點前後 考慮改發3號強風訊號 早9點鐘韋森特集結在香港以西 大約20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22公里 穩定地橫過廣東西部 進一步遠離本港 天文台說本地的風勢開始逐漸減弱 當風力下降到裂風程度以下 會改發3號強風訊號 在今早9點鐘 颱風韋森特集結在香港以西 大約200公里 過去幾個小時韋森特穩定地 橫過廣東西部進一步遠離香港 香港風勢只是逐漸減弱 天文台會在10點前後 改發3號強風訊號 本港的航空交通亦都受到風暴影響 截至早6點半 有44班航機取消276班延誤 而國泰和港龍航空的航班服務 早早陸續恢復 國泰航空早早8點鐘開始恢復服務 但這幾班原定在10點之前起飛的航班 要延遲到11點 而港龍就在10點恢復離港航班的服務 抵港的就在11點恢復 國泰和港龍都呼籲旅客前往機場之前 應該先查詢最新的航班資料 又建議原定金明兩日出發的旅客考慮延期 兩間航空公司都不會收取改期的手續費 港鐵宣布多條路線會維持服務 凌晨發生事故的冬鐵亦已重開 觀塘線、荃灣線、港島線、東沖線和西鐵線 會維持10分鐘一班 追溫澳線方面 北角至寶林10分鐘一班 而北角至康城每班車達15分鐘 機場快線列車每12分鐘一班 跌線離線15分鐘一班 東鐵線方面 來往紅磡至羅湖的列車 每10分鐘一班 來往之羅馬州站的 就每隔20分鐘一班 馬鐵就10分鐘一班 而輕鐵新墟站有嵌住兩條路線 614和614P 介乎杯道致奉地站服務暫停 港鐵會安排接駁巴士來回兩個站 而其他的輕鐵路線 就提供15分鐘一班的服務 教育局宣布所有日後今日停課 如果天文台在下午5點鐘或之前 取消白浩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夜校將會恢復上午 而職業訓練局就宣布 專業教育學院 資專設計學院 工商資訊學院 所有培訓發展中心 訓練學院 青年學院上午停課 而展覽技能發展中心就全夜停課 所有在上述學院和中心 舉行的校內考試 也會延期舉行 明星期 明星期